影片一开始,我们将介绍一位名叫阿代尔的母亲和他的儿子亨利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俩似乎在一起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在他的丈夫杰拉德决定嫁给另一个女人之后,阿代尔是一个单身母亲 离婚后,杰拉德总是要求亨利和他住在一起,但亨利不想离开 他妈妈一个人,因为他妈妈做得很好 另一方面,阿代尔并不介意 关于杰拉德的婚姻,决定优雅地接受前夫的决定 实际上,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爱的感觉,这让他无时无刻不再沉思和孤独 新学期即将开始,亨利开始准备他的学习用品和服装 由于裤子不再合身,阿代尔和亨利决定去城里给他买新裤子 当阿代尔在超市买衣服时,亨利走进他并要求 允举去商店后嫁的漫画部分 在这个年纪,亨利似乎对成人杂志更感兴趣 当他在看漫画书时,一个怀疑 病情突然走进他并请求他的帮助 这个人叫弗兰克,他问 亨利送他一城,因为他在流血 然后弗兰克带亨利去见他的母亲 首先 阿代尔对他非常怀疑,拒绝满足他的要求 但由于弗兰克构成了轻微的威胁 阿代尔被迫听从他的要求 弗兰克然后让阿代尔开车送他到他家 因为他不想路过 当他们到达阿代尔的家时 他给弗兰克一杯咖啡 痛时拿着刀 在他的口袋里 弗兰克然后试图向阿代尔和亨利承认他实际上只是逃跑了 从监狱 他在接受蓝尾切除术时从医院二楼跳下逃跑 此时弗兰克打算等到他受伤的时候一直待到晚上 腿恢复 他还计划等待火车通过 然后再尝试搭便车 离开他们的地方 阿代尔听到这话后 试图对弗兰克坚定 告诉他不要伤害自己或亨利 即使很难相信他会这样做 不久之后 他们看到有关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 谢谢你 弗兰克逃跑的消息开始通过媒体传播 在电视上 亨利看到了 他问阿代尔隐藏逃犯是否违法 担心和害怕的阿代尔回应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因为弗兰克只会在继续他的奔跑之前躲藏几个小时 弗兰克意识到他在做什么病说 如果有人路过他会假装绑架他们 这样阿代尔就不会被法律抓到 因此 弗兰克将阿代尔绑在椅子上座位准备 这样看起来就不会 他们正在密谋隐藏逃犯 实际上 阿代尔身上使用的解可能是 自己解开了 但考虑到他们现在的情况 他不想放手 把他绑起来后 弗兰克为阿代尔准备了一顿饭 其中一部分留给了亨利 半夜亨利从睡梦中醒来并注意到 弗兰克让他的母亲睡在他的床上 但他仍然把他绑起来 原来弗兰克还在屋里 在楼下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弗兰克帮阿代尔做所有的家务 包括修楼 打扫房子 更换汽车油和更换炉过滤器 之后 他教亨利打棒球的好方法 阿代尔和亨利似乎很向往 对于此时的丈夫和父亲的爱妇 其实来自一个逃犯 阿代尔正在给弗兰克缝裤子时 突然听到敲门声 弗兰克立即告诉亨利说 他的母亲不在家 当亨利打开门时 原来是他们的邻居 他停下来带来 他们一些桃子 痛时提醒亨利在当前情况下要小心 在那之后 弗兰克想出了一个用很多桃子做馅饼的主意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 亨利和阿代尔与弗兰克越来越亲近 另外 弗兰克教他们如何以非常平静的方式 一个一个的烘烤 晚上享用他们的馅饼时 弗兰克抚摸了阿代尔 这让阿代尔感觉很舒服 他把头靠在弗兰克的肩膀上 但他们突然听到一辆警车 从阿代尔家门前经过的声音 这让弗兰克意识到 他必须在那一刻离开他们 但是阿代尔和 亨利反而阻止了他 阿代尔让弗兰克留下来 直到伤口完全干燥 第二天 亨利看到弗兰克在打扫屋顶 而阿代尔则为他准备咖啡 他还修复了楼梯上的木板 修复了门脚链并更换了汽车轮胎 通常由一家之主执行的常规任务 之后 亨利被告知去超市买杂货 在超市里 他遇到了一个名叫埃利诺的女孩 他最近搬到了这个小镇 埃利诺然后问他他在这个镇上能做什么 埋完杂货后 亨利立即回家 但他忘记关门 是当地 不久之后 他们的邻居伊弗林突然闯进了他们的房子 导致亨利 恐慌 事实证明 伊弗林需要把他的儿子巴里留给阿戴尔 因为他有一个 紧急事情 阿戴尔最初拒绝了 因为他担心巴里会发现 弗兰克的出现 但伊弗林一直坚持 阿戴尔被迫接受了他的请求 由于巴里禁用 无法正常交流 弗兰克不介意向巴里展示自己 另外 他还带巴里去打棒球 和他在房子后面 他训练亨利和阿戴尔如何正确击球 阿戴尔的身体经常颤抖 这让他很难受 拿着棒球棒 但弗兰克继续帮助阿戴尔 直到他设法击中棒球 当他们晚上看电视时 他们又看到了关于弗兰克的新闻 这一刻 巴里似乎对弗兰克是一名逃犯的警察感到有些吃惊 伊弗林终于回来了 想去接他的儿子 正如所料 巴里一直试图告诉他的母亲弗兰克在那里 伊弗林和巴里回家后 亨利无意中听到阿戴尔和弗兰克在讨论他们的计划 一起去加拿大旅游 第二天早上 阿戴尔和弗兰克请亨利去图书馆 借一本关于加拿大的书 在图书馆里 亨利遇到了埃利诺一次 更多 他最近刚从芝加哥搬来 另外 他感动是因为 饮食失调 他的父母认为新的学 校环境会有所帮助 但据他说 他妈妈其实只是想摆脱他 让他 可以和男朋友鬼混 然后亨利讲述了弗兰克的故事 他似乎有一个 故事几乎与女孩的故事相似 当他听到他的故事时 埃利诺说服亨利 摆脱弗兰克 因为弗兰克可能会带走他坠入爱河的母亲 让亨利独自一人 当他回到家时 亨利开始感到沮丧 他注意到一份悬赏一万美元的报纸 谁找到弗兰克 晚上 他的父亲带他出去和他的新家人共进晚餐 当亨利回到家时 他看到弗兰克和阿戴尔正在一起跳舞 阿戴尔告诉他 他们将搬到加拿大并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当亨利听到这些话时 他立刻想起了埃利诺的话 他认为他的母亲会离开他 但他母亲向他保证 他永远不会那样做 阿戴尔通知亨利将不得不离开学校 并且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 第二天早上 他们开始收拾行李准备 即将搬到加拿大 弗兰克发现了阿戴尔的家庭相册 然后亨利 请求允许出去一会儿 原来亨利去见埃利诺 他告诉他他明天的举动 埃利诺然后吻了亨利 好像他无法忍受不得不和他说再见的想法 另一方面 阿戴尔 很担心 因为弗兰克的伤口被感染了 这使他难以行走 什么时候 阿戴尔决定去买药 他看起来很紧张 开始向弗兰克讲述他过去的故事 亨利出生后 阿戴尔和杰拉德打算生第二个孩子 但他们 总是失败 因为阿戴尔经常流产 直到他无法再次怀孕 这就是让杰拉德决定离开阿戴尔 和别人开始一个新家庭的原因 结果 他停止散步 不能离开家 阿戴尔感到抱歉 弗兰克因为他不能给他一个家庭 但弗兰克说他已经给了他一个 我们还了解了弗兰克为何被关押在这里 弗兰克分享说他是一名军人 很少 回到家 他有一个叫曼迪的妻子 他们的婚姻非常脆弱 因为曼迪 经常和其他人一起背叛他并生孩子 有一天 弗兰克终于发现 曼迪生的孩子不是他的 这当然让弗兰克生气 他推 曼迪 这导致他不小心撞死了 亨利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曼迪让他的儿子淹死在浴缸里 第二天 在 在他们搬家的那天 亨利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的父亲 他们要搬到加拿大了 在回家的路上 亨利被警察找到并提议带他回家 为了避免被怀疑 亨利被迫与警察一起回家 当他们到达房子时 阿代尔正在 看到亨利和军官一起回家 我感到很震惊 警官有些好奇 因为他注意到他的车里有很多东西 阿代尔说他们是 翻阅他们的物品并摆脱他们不需要的东西 弗兰克是 从上面看 当他看到警察进来帮助他们时 他立即躲了起来 警官走后 弗兰克让阿代尔和亨利去银行取款 他们的准备金 不幸的是 当弗兰克换掉破盒灯时 伊弗林突然爆发 房子 他来带食物来感谢阿代尔之前照顾他的儿子 此时 弗兰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因为关于他的消息 已经蔓延到各处 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当伊弗林注意到他的礼物时 他也显有些震惊 然后弗兰克拿起食物说 他只是一个来修理一些损坏的杂工 从银行取款后 他们立即回家 但是当亨利和阿代尔回到家时 他们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 因为他们开始听到警笛声越来越靠近他们的房子 他们意识到有人向警方泄露了弗兰克的行踪 随后 弗兰克 立即假装绑架了阿代尔和亨利 这样他们两个就不会被起诉 弗兰克相信他们很可能会在20年后再次见面 阿代尔和亨利报了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图劳无功时 泪流满面 最终弗兰克向自己投降 警察 事发后 阿代尔和亨利前往检察官办公室要求 弗兰克的刑期被减刑 并解释说他从未伤害过他们 但他们被告知 检察官认为 公辞不需要记录在案 这是因为有可能 阿代尔将受到法律诉讼 并将失去对亨利的监护权 在那之后 弗兰克仍然 以逃跑罪判处10年徒刑 以绑架罪判处15年徒刑 一个月内 处于抑郁状态的阿代尔自愿将亨利的监护权交给父亲 亨利偶尔会去看望阿代尔 但阿代尔总是表现得忙碌而心烦意乱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亨利长大了 他加入了学校的棒球队 他终于有了第一次可以称其为女朋友的人 在这个年龄 他开始应用弗兰克以前叫他的东西 亨利现在拥有一家面包店 他出售的馅饼灵感来自弗兰克教他的食谱 他的 馅饼目前在市场上的需求量也很大 直到有一天 他收到一封来自 弗兰克认出了他的馅饼 弗兰克解释说他发现了一篇关于亨利的馅饼的文章 看到上面有亨利的照片 我感到非常自豪 弗兰克告诉亨利 他很快就会自由了 并向亨利保证他不会给阿代尔带来任何悲伤 在他获释的那天 阿代尔在监狱门口新高采烈的迎接弗兰克 阿代尔和他一样老 他们 然后拥抱并哭泣作为他们20年等待终于结束的解脱的标志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 谢谢你